泰鲁阁峡谷马拉松赛事今年迈入了第22个年头 而今年因为受到了去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去年的赛事是研制3月5号这一天来进行 而赞助单位并且以环保、公益发扬在地人文 以及发展花莲观光为主轴 更期望所有的参赛者都能够拥有充满挑战、欢乐以及温暖人心的体验 3、2、1 花莲县长许正位致辞提到泰鲁阁峡谷马拉松在今年迈入第22年 感谢云朗观光集团、花莲县体育会以及所有参赛者的支持及参与 每一年都齐聚在泰鲁阁峡谷的大山大水间 喂养着花莲台湾这块土地的人文艺术 一同挑战极限、挑战自我 吸取饱满的纯天然能量、富足你我的身心灵 在这里正位欢迎我们来自全国各地的我们的跑者、勇士、英雄 每一年齐聚在我们泰鲁阁峡谷马拉松 希望这大山大水喂养的花莲以及喂养台湾这块土地的人文艺术 还有运动挑战极限 再次欢迎大家、祝福大家、跑得愉快、跑得健康 而且互相的交流让我们在泰鲁阁峡谷之间 应遇我们饱满的身心灵 云朗观光集团总经理圣志仁表示 曾如县长徐政卫所说 泰鲁阁峡谷马拉松在今年迈入第22年 云朗观光集团非常荣幸参与了7年 未来会持续支持及参与 而今年更有别于以往 这重视环保永续的徐县长带领之下 延续泰马赛事环境永续的精神 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今天在县长的带领之下 这个马拉松越办越环保、越办越有创意 我们这一次有一杯到底 大家就一个环保杯 我们就烤到底 不晓得这也是我们这么大型马拉松的第一个创举 这么高水準的跑者 才能够来支持这样一个高难度的配套 那第二个就是一鞋救命 我们就希望说大家把家里的鞋子带过来 然后捐到非洲去 让这个非洲受到沙澡威胁的这些朋友们 能够过一个平安健康的生活 今年大会首次提供可重复食用的环保手环杯 提供给跑者饮水 是大型马拉松赛事的一项创举 另外还有一鞋救命送二手跑鞋到非洲的工艺活动 号召跑者们一同做工艺 让远渡重阳的二手鞋能够成为最珍贵的祝福 记者林杰 首林乡采访报道